謝謝廖長,廖長,廖長 謝謝大家給我的機會來聽這個電話題材 我見到大家在雙方會準備動作主題 我會特別提供一個別的對面的表現 但我想有一件事,我聽了整個比賽 都想再聽多一點的 似乎雙方都覺得STEM有一些好處 就算是反方,都覺得STEM做得到 但大家都覺得做得到的時候 大家對必修科的那個版本 我覺得都不是那麼精彩 很多時候我們糾結在必修科 就糾結在究竟想不想考試 會不會有壓力 我們夠不夠考試 這些可能是比較 比較可行性的東西 都不理會我們考慮 因為現實上,在中學的過程 已經有很多資源分配 課時分配 已經打了架 很多東西我們都要學 中文也要學 英文也要學 不同的科目都有它的應用範圍 我們現在的課程就好像炒飯 有很多東西都要炒碼碟 那是不是所有東西好的 都要放下去呢 我覺得反方可以再找多些指標 去供應正當 我覺得反方都某程度上都同意 STEM的教育有它的可取之處 但是有它的可取之處的時候 是不是都應該要做必修科呢 這個呢 我覺得觀衆的表現 如果我們只是苟前在 課士、資源、考試和課程 學生有沒有壓力 我覺得有個陳詞或者有個分析 就有了 可以多些 如果可以多些 其實會不會是 能力上面是一個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是否有學者才學走 就是一個問題 有沒有實際上 教育經驗在哪裏 我們想做到些什麼呢 各種事情都很快 用過琴應用 而沒有一個很好的理論清楚 那是否有得呢 還有我們要說 現在的制度有不足的地方 是一些什麼不足的地方 出道力的下戶 沒有看到 政府有時候說這些 很多時候怎樣聽到之後 都沒有很特別的論證 那這個也都是 有一點我覺得有感覺 是貪圖的情況 有一點 我曾經聽到 有政府 例如大灣區 什麽科技發展的容量 政府的施政報道 但是接著 走走精靈點睡了之後 就沒有再交代了去 今天 他應該以為 必修科 又是否有關聯呢 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們今天要再搞清楚 為了大家再想 因為 所有事情都是好的 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必修科 道德都是好的 那需要不需要特別 將道德結成必修科 英國文學都是好的 大家學到英國文學 學到一些 SARS都好 沒理由 又可以排氣 又可以練習 那怎樣英國文學 不可以做必修科呢 那我覺得 這個是可以 增長的 我覺得變成 用必修科 這裏 可以令情緒再好些 對雙方的討論 會更加有力 但是 歡呼而知 我都覺得是很精彩的事情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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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整體這樣說 對這些題目 我沒有想到什麼 就想到一點 其實中學教育的目的 是甚麼 因為這些事 例如必修或旋修,我相信應該整個中學教育的方向有些關係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三方的創作 他有基本能力,或者幫助他的將來離開中學之後 他無論升學或就業,都能夠幫他一把 以至他將來中心無論走任何路上都好,能夠在中學這個階段裡幫到他 可能是這樣,還是中學教育都要回應社會的需求、社會的法治或社會的趨勢呢? 我今天想說,因為中學教育如果有某個目的或某個方向 可能會影響了他制定學習的領域或科目 這些學生要做些什麼,要做些什麼 這是一樣的 第二件事我自己在想的時候,我想一下 剛才有同學提到有學習的領域和學習的科目 其實我覺得這個概念也挺重要的 因為領域可能有不同的 而不同的領域可能有不同的科目在裏面 究竟教育國或教育裏面 是想要合集與一個語文的領域或者科學的領域或者科技的領域 是有關係的領域,但未必是不同的領域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考慮的領域 第三件事我覺得可以考慮的領域就是 STEM的領域很簡單 現在的領域模式 可能通常是一些不是課童類的領域 或者不是必修國的模式 那會不會都是比較的 如果用必修和我現在不是必修的模式 其實兩者之間 對於教育STEM或者學習STEM來說 哪個模式是更能夠特典的領域 或者科目中的學生 除了一下這個STEM 一講科目的學習 其實我可以有很多模式 你學中文或者數 我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但哪個模式是更好呢 還是可以相互相成的 哪個模式更好和相互相成 可能牽涉到最後一天 就是第四天 就是可行執行的問題 不過我自己覺得 執行或者可行這個問題 是需要思考的 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核心 我自己覺得 題目有變改 我一開始想的時候 我會講一下 什麼是教論 中學教論是做什麼 我會這樣 我自己會這樣去思考 然後那些細節 所以有些事情 就會慢慢一路 一路段落去 那這個是整體的一些 對題目的分享 那也是多謝大家 謝謝 林佳寄先生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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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又撞瘦 我今早回來見到 我有十幾層口的調避了一份 所以就不好意思 尿嚴了自己的 師傅這件事 今天要面對 我欣賞政案對很多資料細節 可行性的影響 例如醫修幫忙的事 當然是教人各樣的 你遇到很多可行性的事 可能你也答應不到 但是正方在林鄭英文的這個問題 究竟我 stamp這個好的人 究竟有甚麼好人猜到英國的手 或者是多個怎樣的 可以做得好 這條問題真正在討論的就是 我應不應該將這些你覺得好的東西 變成所有香港中學生 雖然沒有香港人 但已經預先在香港的 為什麼是去猜到英國的手 我自如在林鄭英文真的有很多技能 我知道是有化學科 或者是去猜到的 但現在這個技能是所有的 這是正方沒有回答過 沒有講過 而我又不知道為何沒有問過 一件事就好像自然 你覺得Stamp 是他們的香港人人 是很重要的 不過問題是 是否有一個科技形式 可以收到英國的意識 你覺得正方做的很大的 就是可能會感到很大 但是不是英國的意識 我們沒有去處理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們在那個地方 就贊了這個事實 我們知道中英所謂的 我們知道所有中學高人 是不同的 高中學的同質 究竟和Stamp有什麼 同樣重要的程度 可以令我們 在那個地方 所有香港的意識 因為一定是正方的意識 反方就是 他今天很… 當然會問一下這個程度 但上次的問題之外 就是他很設定理念 就是他不設定理念 理念就不能成為一個科技 在我心中的同質疑問 就是他不設定理念 他不設定理念 他不設定理念 但是理念是不能成為一個科技 我也有一個疑問 就是通識也是一個理念 就是當初新高中科技 我們研究 應該怎樣組合一些的 我們會考研究前段 會考好這些年齡 我們會考過 是有一個空式 我們要求學生去主動去 專題研修 同一個定位 我們要有的 因為不知以前不需要認識中國 跟香港的成長 所以要變了我們所謂的 中間也有關於一些空式教育 所以我們要求學生去主動去 所以我們要求學生去主動去 我一直在想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理念不能成為 必修科 那這個方面不成為 而你們就支持公司 也不成為 所以我有一個疑問 這個情況應該是問我 如果理念不能成為 必修科 那純粹因為理念本身 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科本身的概念 所做的問題 在反過時 就是 究竟一個事項不同 或者有學習 是否能夠成為科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很教人的質疑 反而事項到究竟 因為現在中學的教育 到今時代的事項 也不在意 如何理解科 究竟是否可以 會傳統這樣一種 歷史 很討斷 或者因為有些事項 包括科 多個方面的知識 就不能夠成為科 在反過的世界 在正方的世界 都覺得有問題 這個真正是 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科的理解 這樣就變得在哪個說服我們 就是在法國的世界 覺得為人為人 科的東西 是否能夠成為 它本身是一個尾念 我覺得這部法科 是差一些問題 為甚麼你覺得這部 是否能夠成為 是否能夠成為 是一些要 所有中的比較虛的東西 就能夠成為 那些問題 你是一個很大的 我 但是沒有路上的社會 我還未能夠成為 你明白嗎 第二就是 修科 一帶一個論點 的論文就算是 現在已經很難 所以就成功了 因為你說要做修科 還是要用一些 擺行的時間 方式 做了一些 加上一隻 用銀行的 這是一個教育 問題上的考慮 在香港的當地 我剛才會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英國科法是這樣的 香港人是將來是一個世事變化 社會經濟的轉型 當中學生提出的 社會國人是 成功就要 生活 他們這句竟然 有很大疑惑 我中英數目 都不必要 是這樣做的 你這個打垮 其實你講的是 無論任何年代之後 我終於讀到一些英國人 我從小都不懂 因為你除非 有些人是中文 忽然間不需要 說某種語言的詞訣 不需要學某種語言的 但是數學規格 不需要學某種語言 否則這些人是假的 在這些事件 他們永遠都不會 教育受過的 我心想要有 但如果你是真正的體態 你不可以 一、零、零、零 那我問你 就是如何承認一個世話 香港未來 你30、50 都不可以 一定是可以 但你可能會偷視 有些東西是 總有 或者我們覺得 一個科目是多的 有限 現在搞定 那些課時的分會 是都不做得的 我到那邊 不斷考慮的問題 即是你覺得 就是存在了的限制大學 所以我可以 用一些 實際上 那我的問題是 你這個大學 可能是你領導的 不是一樣的 有些東西 例外我想 我會剩下 所以不是 我30、50 才能看見 我沒有問題 所以我沒有問題 但我現在很多 正確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想知道 每個星期的 都會有限制大學 那我時間搞定 先 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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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賽結束了 我們回合了這個最佳理論員之間 今天最佳理論員是 反方的二副 黃浩俊同學 現在的賽果就是 正方得票兩票 反方得一票 我會說今天勝出的比賽是 正方成立港中學 今天的賽事就到 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